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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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产生不错的 但是可能心理素质确实有问题 有时候感觉打的时候非常轻松 有时候感觉心态调整不好的时候 投篮也不中 防守也不积极 这其实是对于 있�明球员来说 一个最好的写照 目前来说 赵明球员还是需要有段时间的去磨练 也是需要一些大队的洗礼 争取他在以后的比赛中 能够占据一个稳定的TIP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管怎么说吧 我们也是希望呢 杨守齐啊 在以后的比赛中啊 能够真正的放平心态 然后去应对每场比赛 因为可能到了技术赛中呢 面对一些强队的时候 不容你犯错 不容你失误 所以说也是希望呢 杨明主教练能够对杨守齐啊 进行一些专门的训练 让他的心理素质提高 争取呢 在以后比赛中啊 能够担当重任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